郭文贵爆料称,江市集团的二号人物曾庆红对习近平的行动失败,献。 在习已经瞄准曾庆红家族及其白手套。合成图片,新唐人北京时, 兼2020年7月30日讯,已陷入内外交困的中共政权,党内斗。 正更为惨烈。郭文贵在直播中爆料称,江市集团的二号人物曾庆红倒。 习行动失败,习近平分而反击,已经瞄准曾家族及其白手套。 中南海,两大战役将打响。流亡美国的富商郭文贵7月28日在直播中说, 中国国内正有剧烈政治斗争,很快大家可能会看到, 中共政治大佬和习近平之间的斗争。 他说,中南海将有两大战役,一个是战队。 曾庆红,曾妻和儿子曾伟,以及胞弟曾庆怀, 包括曾的妹妹曾海生与其老公,以及和这些人相关的人, 孝建华已经进去了。 第二个针对哈。 尔滨人和房地产老板戴永葛,包括戴的所有家人及资产。 习近平要灭。 曾庆红郭文贵说,四天前他就听说曾庆红要有行动, 但是没行动成。估计败露了。 习近平根本无心顾及其他事,目前就是搞内斗、内战。 核心就是内部斗争。 现在习近平要灭曾庆红。 郭披露、戴永哥所有家。 人以及资产,包括华平基金, 还有孟建柱、孙力军、吴征、江志诚。 江绵恒等人都悬了。 郭说,正法委郭升坤是谁的人。 大家想想吧。 接下来,中共军队会有N个人被抓。 再接下来,看看军队会有什么变化。 曾庆红和江泽民隐忍多年, 今天终于抓到可以弄死习近平的绝佳鸡。 会! 大纪元和成途, 戴永哥是曾庆红家族的白手套。 郭文贵提到, 的戴永哥, 是靠业总会起家的卡尔滨人和房地产老板, 实际上就是曾庆红家族的白手套。 据披露, 戴永哥早年在北京期间, 通过央视, 当红主持人静一丹, 认识了曾庆红之子曾伟, 带随即在澳洲给曾伟购。 买并翻修成豪华别墅, 还把人和集团的40%的股份无偿转让给曾伟的妻子蒋梅。 蒋梅则以股东的身份为戴永哥的巧取豪夺剧脸钱财开道。 仅做全国的地铁工程发包转让, 从中回扣就赚得勾满豪平。 戴永哥, 姐姐戴永利曾说, 我弟弟通过蒋梅和曾伟在国内搞地铁工程赚了三。 零亿欧元还多。 由于戴永哥, 蒋梅等人利用大批政府官员发财心。 切合无知, 在深圳、珠海、大连、北京、上海、长沙大搞非法及资系。 钱活动, 掠夺和转移赃款超过千亿之多。 戴永哥, 蒋梅等人大搞非法及资系钱活动, 掠夺和转移赃款超过千亿之多。 合成图片, 曾庆红, 为江泽民策划各类阴谋。 曾庆红是江泽民集团二号人物, 被称作江派的军师。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江泽民在上海掌权开始, 曾庆红为 江泽民策划了种种大大小小的各类阴谋。 曾庆红涉及策划前政法委书。 继周永康, 前重庆市委书记 薄熙来实施政变, 企图在中共十八大。 后的两年内, 从习近平手上夺取中共最高权力。 不过, 该政变最终以, 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 陶美领馆宣告失败, 除逼宫阴谋暗杀习近平。 外, 曾庆红还曾处处撤走, 甚至逼宫时任国家主席, 军委主席的胡锦涛。 维基解密的电报披露, 曾庆红在十七大时逼宫胡锦涛, 争夺 主席头衔, 但最终被胡锦涛以敛财等问题逼退。 习近平前五年任期反, 福打虎, 一度传要动江泽民和曾庆红, 然而及时以周永康、 薄熙来。 徐才后, 郭伯雄, 另计划为首的大小江派官员落马, 江, 曾仍然未被 触动。 习近平前五年任期反福打虎, 江, 曾仍然未被触动。 新唐人, 合成, 习一遇权斗危机将层便会被提起尽管习近平大权在卧城唯一。 尊厚, 没把江泽民当回事, 过年还要问候一番, 但每当习面临 党内权斗危机, 出现政变之类的事件, 江和曾庆红又会一道被提起。 评论人士郑中原分析说, 这是因为江泽民和曾庆红一天不倒, 就是一 面反习的旗帜。 今年以来, 在中共隐瞒疫情遭全球围剿之际, 有人抬, 出邓家族, 矛头指向习近平, 当中到底有多少是掺和了江曾庆红的事。 例, 不得而知, 去年底从中国开始爆发的中共肺炎疫情, 不只是对中, 国经济, 民生的冲击, 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之深也是巨大。 疫情未散, 南方洪灾再起, 整个六月份, 政治局常委都未开会。 在此期间, 中共高层一度集体隐身, 最近几天七常委接连露面, 但至今也未去灾情室。 查卫问灾民, 有人认为, 洪水滔天之下, 救灾现场混乱, 安保更难步。 鼠, 在没法周全的情况, 习不敢贸然出行, 加之近期习接连启动了证。 对军方和政法体系的大动作, 显示在中共内斗异常凶险, 而且不排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